大家看标题应该知道了 我这两天在威斯拉考二级 这个季节是很多教练开始进步 然后还有像PAK开始练一些新技术的时候了 因为这个时候不是那么忙了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工作了 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就来提高一下 其实到二级之前我是动力不是那么大 大家知道我一级考是很多年先就考了 然后二级就觉得当时觉得 因为我教的人大部分能滑人 还是一个新手的水平 就是说从勉强能够会平行 基本上他们有些人就不找教练了 就开始自己滑了 就自己摸索了 所以说我当时我考二级的动力不是那么强 而且我自认为我自认为双板滑的滑行还可以 所以说就一直没有动力去考二级 我们一组七个人 然后教练头子就开始问我 他说先自我介绍一下 叫什么名字 然后问他们说你们一级是没有考的 然后大部分人都回答 有个人是十二月考的 有一个人是去年考的 有个人是今年二月份才考了 然后问到我的时候 我说我是六年前考的 教练可能有点惊讶 就是说你这么多年都在干嘛呢 首先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二级课程 是什么样一个流程 现在你要上二级的training 一共是两天 然后要上asset training asset training就是要考核你的training 前面两个training你可以很早之前就可以完成 然后那个是不评你的分的 其实就是让你提高 从滑行水平到教学水平都提高 然后asset training基本上就是一半 可能一半在教学 但是一半基本上都是在考核你这个人 就是说滑行教学到底能不能过 我呢可能有点自大 所以说呢我这个training和这个asset training 是就是连着的 就是说我周一周二是做这个training 然后周三周四就直接去考试了 对 但是呢我觉得建议大家啊 如果说你对你的水平没有那么自信的话 我觉得保险一点啊 其实还是可以先做training 可以先做training 然后呢再考虑把这个asset training再报上 因为上training的时候呢 其实它会纠正你很多错误 然后你需要有些动作需要去改正 可能有点会来不及改正你的错误 它就已经开始这个考你了 建议大家就是说无论你水平 自认为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你的training和这个asset training 最好还是分开 具体的这个课程还有这个报课 就是价格之类的 我觉得我自己就不说了 我也忘记了 大概可以上这个snowpro.com 对可以查看这个csia到底是怎样一个流程 如果说你想考二级的话 我觉得你需要什么样的水平呢 首先二级training的话 如果说你上完一级课程了以后 我觉得你就可以去take二级training 如果你觉得你平行还可以 上下车分离什么都还可以的话 可以去做二级training 因为二级training的时候会纠正你很多错误 也会告诉你一些就是说你应该正确的 应该努力的方向 对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就没头苍蝇这样 考虑一级的这六年里面也没有白忙活 我也在就是说自己在试验一些就是说动作 但是就是说我不太清楚哪个是正确的 哪个是就是说不好的习惯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一级是刚刚勉勉强抢过的话 我觉得你再自己稍微照着这个一级老师给你的这个建议 再自己先练一下 对特别是可以拿这个让别人帮你拍一个你滑行的视频 然后再跟这个网上的csia的这个标准动作比较一下 对不需要比较那种就是说carving特别深那种 屁股都能碰到地那种那种carving 当然不需要达到那种水平 然后那么二级呢其实要求也没有特别高 我们基本上全全部的课程通通是在蓝道甚至是绿道 就差不多是30%的绿道 60%的蓝道 然后10%的黑道 mogo和黑道还有那种非常陡的道 不在二级的考核范围之内 对二级的话就是基本上你能把这个学生能交到这个intermediate parallel中等水平的这个平行改完就行了 然后在教育方面呢相对一级也是有一点提高的 一级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你死记硬背 一葫芦画瓢按照这个流程 这个比如说我们离世刹车的话 你有这个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缺一不可 反正你就按照这个流程走下来以后 不怎么需要管学生到底怎么样 反正你把这一套流程交下来以后基本上就能过了 对 但是二级就不太一样了 二级的话需要你先看你的学生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根据他的问题给出这个解决方案 并且还要跟老师解释为什么会用这个drill去纠正他的这个动作 我们在其实互相教学的时候 我还问老师 我说因为我们都是考二级的教练 所以说我们滑的都还还不错 就是说硬要从我们这个滑行还可以的这个里面挑错误出来 其实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还问老师 我说要不要我们故意显出显露出一些明显的错误 比如说用身体转啊 比如说后座啊之类的 老师说不要 他说就让他看 对所以说我觉得要求还是挺高的 对因为真的就是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 看别人能看出一点点问题 但是再加上你紧张啊什么的 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对有时候然后老师再给你提起个问题 让你更紧张以后你就更不知道说什么 就怕就怕一个说错了 然后老师说哎 他这个这个他这个动作没有错误 为什么你纠正他这个错误 他应该是这个东西的错误 哇那那就给你心灵爱就非常大了 我感觉要不过不过要死要死 呃最后再讲一下我考二级以后 呃我的一些收获哈 一级考完以后已经六年了 我自己滑每每个雪季也滑的很多很多了 大家能看出的就是滑的还是比较流畅的 然后会平行以后啊 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疑问 就是说自己也会试一些动作 比如说老师一开始就纠正我这个腿病的太紧了 呃因为我喜欢拐那种就是说非常小的那种 像像那种mogo team拐出那种弯 所以说那个 所以说老师呢就说我这个腿呃太紧了 就是说加的太紧了 他让我就是说腿稍微分开一点 哎我觉得一开始是还是会有一点不稳的 但是呢这老师会跟你解释说为什么要分开一点 啊站的更稳一些 人家就是看你这个需要快速的拐弯 还是需要能够更强的稳定性了 对啊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交的还是一个不大 做一些不大不小的弯的时候 所以说你的站姿不能这么并楼 就是说得稍微宽一点 最好是呢跟这个肩同宽 然后呢或者就是你在地上稍微蹦一下 看一下你这个落地以后这个腿 大概是什么样一个这个宽度 你可以做这样子前后这么抹一下 哎你看现在这个就是正好的宽度 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看到我这个双板滑行 我基本上还是很用力的 所以说呢我这个下压的时候啊 我是拼命抵着我这个身 就是这个靴子前面的 对就非常下压的 我觉得这样子会就是对于我 我感觉做感觉会比较稳定 但是这个老师也同样纠正了我这个问题 他说你不能压这么下面了 你的这个身就是你这个前面这块地方 只能就是说 gently 只能就是轻轻的 就是轻轻的能够碰到触碰到前面这个 不需要完全一下压压死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说我有时候也问他 我说哎 我我每次拐弯啊 大家能看到有时候就是说上下身的那个 起伏动作非常非常夸张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上下身一起来 然后再一下压就是会让我拐弯会更加更加快速一点 但是呢就是说其实真正的如果说你是要滑的平顺滑得稳的话 嗯是不能有这么大的这个上下身的动作的 对特别是你这个这个腰这边啊不能不能一下子抬起来那么多 对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脚踝这边哎是可以放松一下 但是你的上身其实不能不能够就是起来那么多的 然后呢我还问过他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不知道听有没有人想问这样的问题啊 啊就是当你在这个拐弯的时候啊 比如说这个是我的外侧脚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内侧脚 然后呢我在想说哎我外侧脚用力的时候 就是外侧脚用力carving的时候 我内侧脚是不是也应该就是说往往里面扣 然后也carving进去 呃我说我说内侧脚是不是就是说carving的时候是完全不用力呢 还是也得用一点力 对然后这个我们这个instructor也告诉我了 他说其实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啊你比如说打个右击转弯 对不对 然后你是哪边轮胎受力多一点 而是左边轮胎 基本上就是说你外侧腿就山下那个条 基本上是承受95%的力量 对然后这个内侧腿可能只承受5%的力量 教练也说哈这个不会去关注内侧脚 到底有没有在carving 基本上就是跟着外侧脚一起往那边滑行而已 对他说你不需要想太多了 刚才忘记了再补充一点哈 就是我其实问第一个问题 问教练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上下身分离 哎这个东西大家很关心吗 上下身分离分离多少才是上下身分离 对呃有些人上下身分离哈 他是这样一个姿势 哎我很分离了 你看我身体要转过去了 我转的已经受不了了 但是你看他的屁股没有转 对不对 当然你分离啊也不用分离成这样子 对不对 这样子就是有点太过了 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肚子算是算好的呢 其实教练讲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啊 呃看到你的拉链嘛 对不对 你的拉链就是代表了你的肚脐在什么地方 你的肚脐呢就应该是指着这个 你的山下这只脚 对然后呢你的这个inside ski 看见没有你的这个里面这个板 会比外面这个板会出去那么一点顶 到结束的是这样子一个动作 对也不需要是太太分离 有些人呢就是说 每次下压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子了 也不需要不需要分离成这样子 那就是有很多这种细节的问题 然后呢呃我在日后这个视频里面 呃我会可能会专门做一期 呃专门讨论这个东西 或者是就是说他还教了我们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呃改正有些常见错误的一些 非常好的呃办法 以后有有机会吧 就明年雪季的时候 呃我会逐一和大家分享 对我觉得如果想在这个教学和这个呃 这个呃滑行上面双重提高的朋友们 真的是可以啊考一下这个二级 呃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不是像像我以前想的那样 就教一些可能就是我已经知道的知识 我的进步空间还是有很大很大 现在最大的感触就是 我知道我应该往哪方向努力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啊 不管过不过啊 现在还不知道答案 我们这个老师就是给我写评语啊什么的了 完了完了通报结果的时候到了 哇终于通过了 终于通过了 谢谢谢谢 恭喜大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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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到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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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你怎么说谢谢 谢谢 对 什么 我什么 我什么 你好 你现在吗 对 对 什么 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在哪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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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过了还是过了我觉得 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惊险程度 对 我觉得我肯定能过 恭喜 恭喜自己 好 恭喜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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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你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